大家好,歡迎來到出遊講玩出遊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Ivan 我是Andy 我是Sam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遊戲是由Wolf Designer公司出版的Chicksaw 2nd Edition 本身的Chicksaw是一個2021年的作品 今次到2023年後再上遊戲今年年尾派貨 這是一個關於冰上曲棍球的遊戲 說回廠商的公司Wolf Designer 大家可能比較少聽 他是一間拉脫維亞公司 出名的作品就是去年KH極度推介的Guard of Atlantis 2 今次也是走棋 不過搖身一邊變成了冰上曲棍球運動的主題 即是兩場遊戲 首先和大家講一下怎樣玩 講到冰上曲棍球為主題 當然就是互相兩隊的對決 看到配球有很漂亮的球場 還有不同的球員 看到這些模型全部都是預印的 這個時候灰棋是無法生存的 這個世界上 好了 這個遊戲大家扮演著每一隊的球員 我們就會操控那隊的球員 在一個棋盤上 在一個球場上移動 目標就是把曲棍球射入對方的龍門 就真的好像我們平時踢球 或者打冰曲 入到球場最後在結局的時候 比數最高贏到的就是贏家 遊戲的時候的操控 就是大家採取類近的回合制 首先每一隊玩家選擇一位球員 做一個活動的動作 你就可以選擇那位球員 可以做不同的行動 包括傳球 把球傳到空位 射球等等的動作 遊戲有一個規則 就是不可以連續活動同一位球員兩次 即是我活動了這個大著球的球員 可能向前衝 帶著球走一段距離 第二個活動 就要動另一位球員 可能走空位 再回去可以傳給我剛才的球員 把球傳給我剛才的走空位 一個球員 遊戲判斷大家做的行動成不成功 都會用一個摘色的機制 有一點點折迫的成分 當你做第一個行動的時候 摘一顆色 第二個行動的時候 摘兩顆色 如此類推 去到越多的行動 摘的色數越多 即使何謂成功 摘到你沒有這個Fail的Token 就代表你的行動是成功的 但是即使你失敗也好 大部分的行動 即使你失敗 那些行動都會成功結算 只不過你的回合就會結束 加上給另一位玩家做他的行動 剛才說的可能就是進攻方的行動 傳球、射空位 當你做防守方的時候 你就可以接近那位球員 去搶走他的球 或者撞他 甚至好像冰上曲近球 經常發生的場面 就是互相打鬥、嘔鬥 也會看著球員的尺寸 就是你看到一個後位 前鋒、翼鋒 大家尺寸 跟他們積不同的色素 最多最快積完交叉 輸的話 那個人的長交就打輸了 輸了 除了被罰錯之外 然後打贏交方 還可以把士氣托行反開 那士氣托行有什麼用 就是給你一次反了 就可以做一個回合的機會 說明被返回了 這遊戲的回合機會 非常珍貴 每次玩家和玩家之間的 換相換的回合 球證這個時候 就會在一個時間距離 向前一格 向前到最盡的一格 那一節就會結束 遊戲就會去玩 看看你玩什麼模式 看看你玩藥光的節數 最後就看看你的比數 哪位贏 比賽到贏的話 就贏出這個遊戲 大致上是這樣 製味的規則 可能大家在講演遊戲感受的時候 可以補充一下 大家玩完之後有什麼感覺 那我先說一下 我覺得它用行駅 和駛駛駛 去誠意規貫球 但我覺得是誠意得很好 很貼心的 其實很多位置都 譬如說那些駅 你只是走 可以打直 打橫打斜 你可以打斜 走完再走 沒有遇到你流冰 你當然只可以向一個方向 殺不了掣 對 殺不了掣 你真的可以向一個方向走 譬如說你射球的時候 你失敗了 會彈柱再計算你多少格 以及打架 你失敗了多少格 然後球就會失敗了 你原先計劃的格 你可能會說 我預算是失敗的 我今次就說是這一格 但其實你預算是失敗 球就會退前幾格 對 退前幾格 你心目中可以去到的環節 就是要再花一個行動去收拾球 我覺得很多細微位都能呈現到整個運動 我首先要稱讚它的模式 因為它的P-Ping模式實在太漂亮了 而且它不同球員的樣子都是不同的 這個大隻佬比較大隻 這個手籠的有個頭套 還有這個計分的格 也是可以給你這樣錄 整件事擺出來真的很漂亮 加上一塊格 所有東西都很漂亮 它的模式眼睛的點睛非常漂亮 很難點到這個這麼精準的位置 通常一畫眼睛就GG 除了這個這麼漂亮的模式 我覺得它以一款行棋遊戲來說 是一個極度爽快的行棋遊戲 雖然你計劃的時候也可以是AP 但每次執行你的行動 都是用一個窄式的方法 可以和不可以都是適合的 不過這裡有一個優惠的元素 還有一些相應的評論 覺得自己的效果差的時候 你也要做一個休息的動作 儲回這些re-roll的元素 令到自己有足夠的標準 去做re-roll的行動 還有我覺得 每一次你成功 你覺得是敬佩了對方的防守 令到你突破了重圍入球的那一刻 我覺得成功感 比起平時玩足球遊戲 你吃到別人的棋 為了打敗別人的一個模式 的時候 我的感覺是更加強烈的 因為你覺得我每一步的計劃 如何做得到重 而令到一個入球的行動成功 我覺得成功感 比起平時的閒球遊戲 是重很多的 我覺得所說這個位置 我一開始玩的時候 有些違和就是 數字計算得很好 令到你一回合入球 是真的很難的 你的球員的棋行得很好 然後又押了一點點 剛好那個行動沒有交叉 你才可以入球 所以入球那一刻的成功感 真的很強 我自己本身不是一個很好 行棋遊戲的人 但我玩到這個遊戲 其實也很舒服 因為它放了這個 壓力的元素進去 就算對面 其實行棋很強 如果正常 真的下棋 它便會勾給我 但因為加了這個顏色的元素 它會很限制到 其實對面 有時擲色擲得差 就會停止行動 倒回我的腸 或者它在做東西的時候 我可以做一些反應 它想射球的時候 我突然間就動龍門 擋住它的球路 然後就鋪著它 玩下去的時候就很舒服 而且也很有畫面感 每分一秒就好像 足球小將定格 他向前跑的時候 一個反應 一個轉身 就可以擋住它 去到這樣的感覺 還有我覺得 Pastor Luck這個位置 有一個考試的位置 就是就算你失敗也好 很多大部份的動作 都會成功地執行 令到我們玩家 即使扎到一些不好的顏色的時候 那種挫敗感都沒有那麼大 因為你仍然做到你想做的動作 或者在計劃的時候 即使我做到這些動作 就算我不可以繼續轉動也好 可以阻燃對方的攻勢 這樣也是一個挺成功 令到玩家體驗更良好的方法 另外一件事我想稱讚 就是其實這個遊戲的變化很多 因為你會看到這裡有一排 其實全部都是每個球員的卡 它們有不同的能力 還有不同的效果 每一次設定的時候 它有些設定卡可以讓你去選擇 或者你如果是延長的話 可以自己去拼拼 去拼拼你那一隊 還有一些場地的卡 令到每一場都有不同的規模 對 影響到這個賽事 我覺得它這個重玩性 其實也很足夠 而且這次到了第二版 再加了一些叫做face-off卡 其實遊戲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開球的位置 上一代也有些朋友的評論 就是每一次開球的形式 有一點沉悶 就是每次開球做一個有氣收式的感覺 這次它就有一個face-off卡的系統 令到你成功搶了 贏到這個face-off的時候 會執行跟著這個face-off卡 去啟動你開球的程序 大家的球員會有一點點的互相 一開始的走位 令到遊戲的流程會更加爽快 就是少了一開始 讓大家動來動去那種沒什麼意義的感覺 這是一個第二版上的改動 我覺得這個face-off卡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開球的球員不是在球員身上 是在其中一格不知道哪一個空位 大家要搶去收拾球 才可以帶球去射球 變成沒有什麼氣收式的問題 是的 豐富一點 令到節奏快一點 不會一開始的時候 我以為中間走去哪 然後又走去手位 都是這樣的感覺 好 我們說了這麼多這款遊戲的優點 有什麼不好處呢 Ivan 現在這款遊戲最不好處 就是因為它是遊戲翻出 現在在銷售任何途徑 是買不到和追不回來的 這麼漂亮的模型 現在暫時是不能買的 好像《Guard of Atlantis 2》 一斷了就沒有了 要等它下一次出版才可以再買回來 至於這間這樣的廠 它的銷售的 它好像說得很明顯 它沒有什麼意欲去做銷售 沒有銷售 沒有銷售 其實這款遊戲說回原始 2021年出版的時候 第一版版的時候 我也有留意過 我曾經也想過 有一刻也想過 在Ebay入手 不過價錢也有點卻步 幸好它真的出版到第二版版 今次也有入到 在這麼高期望之下 玩下去 仍然有 我認為是遇到我的期望 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就緊貼留意這間廠 在遊戲上面的公佈 在第三版版的時候 就不要再錯過 希望會有 例如我們走到一些球員去 在任何地步行動 其實那一刻的爽快感 都很獨特 我會推薦給一些 如果他不喜歡走棋 那麼head to head的話 我覺得也值得試一下這款遊戲 因為它的壓力令整件事 玩起來會舒服很多 沒有平日其他走棋遊戲 那麼head to head 我覺得你是主題性 主題性行先的玩家 這款是一定不能錯的 可以說是其中一款 運動主題最好的遊戲之一 如果你是主題行先的 我覺得包括無論 Figure的呈現 Component的質素 遊戲的機制等 都非常可以呈現到 冰上谷近球的主題 好 今天我們介紹這款 買不到的遊戲 就是這個ChickSoft 2nd Edition 如果你也有玩過的 或者你想入手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看看 怎樣告訴這間廠商 很多人想買這款遊戲 叫他快點出版 大家記得 Like、Comment、Share 我們今天的時間是這麼多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